大家好 平时我们在买肉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肉贩子拿着一块抹布 不停的在猪肉上来回擦 不细想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肉贩子挺爱干净的 后边一个内行的朋友才告诉我其中的原因 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有可能是注水肉 因为注水肉盛放的时间久了 它就会有水渗出来 所以肉贩子就要拿着一块抹布擦拭猪肉上的水渍 将水渍擦掉之后肉就会变得特别好 看起来特别新鲜 如果不擦的话会被顾客看到 所以他们就经常拿抹布像这样给它擦一擦 第二种可能就是在擦猪肉上的血渍 像一般特别新鲜的刚刚凸掉的猪肉 它的表面可能有一些血水 看起来不太干净 看起来血淋淋的 所以他们就会用抹布给它擦水一下 把表面的血水给它擦掉 以免顾客看了害怕 第三种可能就是这块抹布可能是用来擦手的 比如肉贩子在找人钱或者地带子给顾客的时候 害怕把顾客的手弄脏 所以也会像这样擦一擦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辨别注水肉的妙招 我们在买肉的时候可以这样把肉拿起来 稍微用手挤一挤 如果变形比较大的话 就说明这个肉是助水肉 或者可以在表面按压一下 而且没有液体渗出来 像这种肉就是比较新鲜的 大家在买肉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变表 看完以上的视频 大家是否已经懂了知识呢 快短话分享给更多不知道的朋友吧 感谢您的支持